没办法 刚才说是声音出现了问题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其实也没事 也就是个闹磕 是吧 不存在这个思路打乱的问题 所以问题啊 我的一种 出国门之前 其实呢 我们考虑过很多问题 手上的资产怎么样变现 家人如何带出 是一个人先出去 还是全家一起走 那么到了国外以后 我们怎么样的生存 绝大多数人呢 都是想一步到位 去欧美 那么也有一部分人比较现实 或者说他也没路走了 没这么多钱 一半 那呀 本就不是喊 最近就是中国 那么中国人刚刚出来的是很紧张 但是也存在周边的一些零纠纷问题 它有一些独立不像中央政府效忠的 所以始终没有解决 最后缅甸这里有中国政府 越南因为它经过边界战争 我们讲两三轮战打了十年 你呢 衍生出来的几个社会主义 就当时的 站在一边 事实上已经断脚 一头扎进来的是 提供不了任何 无了任何经验的原因 民国 1999年 出来不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老的 有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 有的选择了民国护照 有的选择了当地就住在国的护照 但是总体而言 这帮移民它是以广东人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 云南人广西人 但主体还是广东人为主 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他是广东人 或者说潮州会馆 就是潮州人读 那么你会感觉到 跟你自己的经历 你的文化 它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任不到任何东西 中国人一步一步的在周边国家 慢慢起来 曾经 就曾经获得了一些 尤其是最近三五年 形象 经备 比方 去年那个习近平访问 他跟那个川普 跑 在 会以后 人 飞丽宾海 那那那习近平 不能直接回家 说 我 我 我家 他来 主了一 一些令 其中就包括 会从首都万象 国最 就是 就万用 那一条高速公路 出现了一个 我们看 看到 简直 中国 高速公路主权的 就 收 问的 情况 我不知道在国际上是不是有 但是大多 我经商的华人 他也觉得这个东西不正常 是把地是人家的 算出钱修了一条高速公路 你是收费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不不 那一点 留个百分之十五啊 百分之二十啊 都可几啊 你说留给人家百分之五 对 觉得总觉得有点 是吧 确实有 他这种感 这俩 一些 一人 感受 凶了 做机会 来了 腾一直说 要支付先修路嘛 对不对 企业在通国所有的恶习 都带过来 二媒拉 一家死 日本上都 都干了 因为 一看 那例 一个例子 因为 国企的 所以 所以倒入国家 这两年 对中国 不是 是吧 你要是给点钱 我估计问题本来就不大 是吧 但是民众他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跟 那个中国人相 商业场合 非常 他 买一下 国企 老国政府 逢你来 是不是 所以你是你 本国 也好 也好 看你了 你过来 没有 没有你老 会 就你来 还是 问题啊 优越感从哪来的呢 所以中国 都换 甚至 美工 这个水 把你搞 你不是说你在 这些 让当 获得 更多的 这个富裕 其实不一定 这是两说的事 有一些水 吧 对农业 它是有危害的 或者说 有很不好的这个影响的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 出事的这个韩国水吧 是吧 他也 建了90%了 最后溃吧了 那溃吧了以后 不错 他用直升机 确实把50多个韩国人接走了 的村庄 发出了告警 那即时不及时 这个我们不谈啊 但最 下游 都被淹了 你的救援能不能跟 上 不长也到 原来人 应该的 人家老百 还是种田 你说 你 是吧 人家的任何好处 现在呢 房子从 是吧 生 你不知道飘哪 去了 你说 你现在有几十个 一个人家也伤心啊 就 对 对他的 来 来 非常 中国家 问题存在的啊 原先 就是死亡的 很多中资企业 把这个特别当回事 他一般设定都是都是本公司啊就我做公司不能死人 我每年比如说我死人的指标 即便是开矿的啊 我死人的指标了 那么那个分管安全的这个副总就得撤销职务 把他弄 所以 有很 他们把高风险的这些事就交给当地人去做甚至也是 他们自己人 就 通过在当地注册 那么形成了这么一些公司把高风险的问题转嫁出来 这也是 周边国家 越来越不欢迎中国人的原因 就是他分 或者 直接呢 在他们眼里都是中国人 不能 一个人 拖沙带口的往外走 都得 更合适 安全 去美国 请美国公民 就你 参加公民国 我想起了很长时间 有 就很 哪有加强 是吧 哪就是我的 明美 我得是 是吧 免得 我会免得 太多 多了是吧 我一 天天街上 烧气 还是黑 回来就看不得这个 技术 我目前 前是中 那党 他党 他挡架 全民 任何一个 的 成为是 中国人 或者说 你还在选 那么现在你问题就大了 任何一个国家 你能保证它在未来 不跟中共之间发生冲突吗 你不能保证 神预测 未来可能断 我们就是最坏的 你加入了美国国 你呢 曾经你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或者说你在 多一些聊岗会 那么当 当过有一些经历 那下面是选择的问题 是不是 美国政府会怎么对待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比如说啊 二战期间 曾经组建了26个集中营 叫什么呢 就日本的这些 潮民 甚至是美国民 就是说 日本化 他剩下来就是美国公民 但是他爷爷 是吧 他就被关到集中营去了 你怎么办 就这种拘留所啊 事实上美国政府 过了几十年 他也道歉了 但是没收的土地 没收的财产归还了吗 给青少年带来的这种 心理上的伤害 你怎么抹平它 你就解决不了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 你当时 你选择的不是美国公民 你不是加入了美国 你比如 打个比方 你加入的是巴西 那日美开战以后 他可能会选择遣送你 是不是 最坏的一个考虑 就是把你遣送回巴西 因为日本在巴西 当时有移民 可能也有几百万 五百万以上 对不对 你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啊 你如果说我到了美国 我选择了美国国 开战以后 美国政府怎么考量 我不知道 他就跟二战一样 他选择这种隔离的方式 我不知道谁是特务啊 对不对 谁是间谍 那我把你拘禁起来 圈禁起来 我保护你 我并不是为了伤害你 我是防止西部的牛仔 冲到你家 帮帮帮 几箱给你干了 对不对 他有很多 就政府他有很多说法 虽然是很不讲理 但是他可以找到 合适的理由 勾你 是吧 你财产 妻子都获得不了保权 那么如果说你到了美国 你选择民国的国籍 或者韩国的国籍 甚至你选择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首先你是美国的盟国 我能抓 我说我们退一万步 就是说出现了美国的排华 你在门口 你素于大旗 青天白日 是不是 他就不会 最长的麻烦嘛 对不对 最多开 说我走了 我搬家 我去另外一个国家 是不是不跟中国发生 直接战争的国家 或者说直接冲突的国家 那这个问题你可能相对来说 安全一些 那么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非常盲目的迷信 一些国家 法治的 你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自杀的人 任何 你事先选 踩点踩的 好几 好几哥们 我 我爷爷在留学 懂不懂 出 我往往一个领导人上 变了 三权分 任何 任何 任何国策 因为他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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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工作上了波兰 完了之后转五年前 就生根筋 现在是选择 就比 比方拆个几年 到那 我开店 我刚落地的时候 手上一掐 一掐 回程 800块钱人比 到太过来 不说怎么样 孩子在上 床的 占地面积800 这个 这个两颗 我又有养猴 我的又有养猴 我觉得 我的生活挺 正在说吹溜逼的问题 那个 推上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很多人认识他 就是打那个曾宏的时候 之前啊 他在我家住了半年 现在换了 刚才应该是断了 连接的一个 在我 我家住的 就让女 曾经是 电视台 因为后来一些 是吧 所以 中国们 以后 要花 有这个 你都能活得下去 就是说我 我 我 才 存在 这个 而且我们 周边的国家 新来 没多大的 是让你 加入我的 国籍 奢望 因为中国的人 是吧 我们周边 有很多小 你看 泰国 这个 越南 八千万人口 柬埔寨 你真的 就已经 在他这生活的 就已经够多了 你可能说 你有八十 在老沃生活 你说他 那还叫 那还 对不对 你 不是说家 你就去 加入 需要 但是不 那以后 你 一开始 不是说 你非常的安 安 也好 不是说非常的安 不是 生活 那完了 中国的一些 国的 我们吃的 惯了 一些东西 他很多人 进来 那么运来 继续的 说 你 是吧 我 都说 有一些调味 内地生产的时候 是黑工厂 你到了周边国家 你吃的也是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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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七啊 小工 的问题 说你 你 你真的不知道 在国内 基本上 他不 至于有太大的问题 在周边 有可能 那就不是 小工 那 发球 上游 你去化验 有些行 维度 我们是避免 不了了的 出来 你就避免不了愈 我 他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找到 我买 好不容易 说是 是中国超市 他只有生抽 没有老抽 是吧 我要红烧的东西 但是我买不到 买不到这个老抽 没办法 是吧 醋 白醋 白醋 什么到处都有 我非得跑你一会儿 我不那么远 没必要 是不是 所以呢 中国人 在周边国家 你其实在生活 多多东西 都跟你在那里 你伤害 变习惯 你比如我现在喝的茶 中国寄来 是不是 你说这茶你中心 你让我喝英国红茶 我喝不惯 那我 倒霉就倒霉的 抽烟我还搭不得 从国内给我寄烟呢 是吧 很多人说 中国的香烟 有可能有本 肺癌 我炒不了香烟 我还在 你不是说 除了我 只要 还有的关系 要 我 我 出了 我 出了 非常安静 因为世界上 中国人能够 赚钱的 不多 很多中国出来的移民 它 是 过人的钱 有一些是搞代购 有一些呢 是把中国的商品 卖向全世界 所以 所以你跟中国的关系 你始终是割裂不开的 真正能在外国的公司 赠外国人钱的 这种中国人 凤毛麟角 你别听他吹 我获得了什么样什么样的成功 你获得什么成功啊 你获得的成功跟中国有关联吗 有几个没关联 你说我获得了政治学的博士 你博士论文是什么 你是希腊 希腊 希腊史吗 古龙马史 英国文学 你最终还是中国问题 中国未来 中国民运 中国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中共的崩溃 你还是这一类的 论文 对不对 你说你美国汉学家 英国汉学家 他能说不吗 他只能给你过关 你的文凭有多少水分 你自己不知道吗 对不对 我这个人呢 不能激动 其实呢 中国人走出国门 并不是一件坏事 孔子就说过 道不行 趁福福于海 中国内地出现问题的时候 改变不了中国的 你就只能改变自己 你为了你的子女也好 为了你自己 说话思想 不憋屈也好 你说你出来了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要奢望 出来以后 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等待着你 这不现实 我们的每一步 都是靠自己去打拼的 如果说你跟中国 你跟中国割裂不开经济上的观念 你就要慎重地考虑 你的决策 因为如果说啊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讲最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如果说 你出来了以后 你还想回国 你再一头遮进去 那你可能遇到的待遇 会更加的悲惨 因为你不是海外关系 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 你是把全家人带出来 忽悠了一遍 然后再回去 是不是别有用心 是不是有关部门会对你 进行更加的关注 这个东西说不准 所以我奉劝想走的人 考虑清楚你要往哪走 走了以后你要怎么办 如果说 你觉得 西方任何一样都比中国好 甚至周边国家 就只要离开中国 我就自由了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或者说畅所欲言了 如果你抱着这个想法 离开了内地 那么你受到的伤害 会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们现在 见到很多人 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他们在西方 已经待了可能有十几年 二十年 他们现在还在维护着 中共的这个利益 一天再往在鼓道 中共内部可能有哪一个派别 会兴起 然后会带领人民 走向民主共和 是吧 为什么有这种人 很简单 他们想家了 好了再见 今天聊的时间够长了 而且中途还打断过 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聊不开 因为不管你怎么说 都会有很多人不开心 因为就 这就不是一个开心的话题 中国人 从你预备踏出国门 你就将遇到很多磨难 不管你想往哪走 希望你在走之前 考虑清楚 而且还有一点 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走了 趁早 我说这项天 不开心 对